哈喽 欢迎大家准时来到练点中 Auntie人气直播美味秀 今天Auntie秀呢 已经呢 在开始 在6点的时候之前呢 我们已经开始炸好我们第一轮的鱼啦 Auntie秀呢 今天会教大家新的一个菜色 叫做葱蒜 葱蒜豆腐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今天要为我们再准备我们剩下来的带鱼 让我们Auntie秀呢 之前呢 已经准备好这道菜呢 煮给大家看了 就是我们的葱蒜 今天我们一个新的菜色 叫葱蒜豆腐 昨黑呢 有没有在家已经尝试吃的 叫做我们的辣椒香辣豆腐啊 炒辣椒啊 炒那个豆腐呢 吃到怎样啊 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吃到精精有味咧 然后今天Auntie秀呢 继续用我们的葱蒜呢 煮豆腐给大家看 让大家学的在家的不同的豆腐啊 豆腐呢 都有不同的吃法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 把我们那天我们买的 买的剩下的带鱼呢 今天就一锅炸了啦 看到吗 我们刚已经炸了第一轮哦 就是我们之前有复习过的这个带鱼怎么煎呢 就是呢 我们庆除了我们的内脏啊 鱼的内脏过后呢 我们在下锅前啊 就加一层薄薄的淀粉 然后呢 才下去这样子 锅炸它 是不是觉得这个之前Auntie秀呢 已经浇过大家的很容易哦 然后呢 我现在呢 把我的镜头呢 放去给我们的带鱼 然后呢 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带鱼呢 就是这样子 我们煎了过后呢 就加调味 就像Auntie秀那天之前浇的这样子 Auntie是不是在加那个酱油啊 嗯 就是呢 我们炸好 葱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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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丝 酱丝 酱油呢 等下我们呢 才准备那个酱料呢 跟我们的带鱼一起煮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先把我们带鱼抹了薄薄的一层淀粉 后 我们就让它下去油炸 油炸蛋呢 记得呢 要用我们的中火 不然的话呢 你的鱼啊 就会大火就外面焦焦 变成黑焦 黑金色哦 所以呢 我们的鱼呢 是用中火去油炸它 到它全熟 我们就大功告成啦 妈咪 你喜欢吃带鱼吗 鱼吗 妈咪呢 只要是鱼她都喜欢 所以呢 喜欢吃鱼的朋友啊 你真的觉得 诶 这样子鱼都try了 所以呢 可以尝试一下用不同的鱼类哦 来代替你平时吃的一些鱼啊 像甘凤鱼啊 金鱼啊 带鱼啊 这些呢 是Auntie秀呢 现在呢 是示范我们的带鱼呢 怎样煎了过后呢 配我们的姜丝酱油 之前呢 已经示范一次给大家看了 今天呢 Auntie会再跟大家复习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今天Auntie会教大家多一道菜 就是我们的姜葱豆腐 然后呢 Auntie跟我一样哦 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人 我叫姜葱豆腐 蒜 蒜啊 姜 对啊 姜蒜啊 葱蒜啊 葱蒜豆腐啊 我跟Auntie讲 我每次不记得你的菜名叫什么 葱蒜豆腐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葱蒜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镜头给我们的鱼 我们的鱼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呢 油瓜下去慢慢炸它 有没有觉得Auntie秀现在呢 已经很熟练的会自己抓镜头了 然后呢 我现在呢 把我们镜头给我们的带鱼啦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去拿我们的 什么 那个叫什么 蒜 葱蒜啊 葱蒜 我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葱蒜是长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其实讲这个 我也是真正第一次呢 接触葱蒜这个东西 因为以往啊 我们都很少会 特地去买葱蒜来炒菜 可能你在外面呢 有看过人家葱蒜拿来炒肉啊 可是呢 今天Auntie就教大家呢 怎样用葱蒜呢 来煮我们的豆腐 然后我本身很喜欢吃豆腐的朋友啊 像我这样子的 都可以留意哦 跟Auntie看一下Auntie的直播 葱蒜豆腐呢 到底怎样在家呢 也可以轻轻松松的煮哦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去找我的葱蒜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我讲的葱蒜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讲真的 我本身呢 那天去买啊 其实我也忘了它叫什么名 因为它叫葱蒜 我该去Google search一下 问了Mr.Google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葱蒜啦 等一下我们呢 就葱蒜炒 我们的豆腐呢 就呈现给大家看 这个葱蒜呢 其实呢 本身的香气很十足哦 其实你配什么东西呢 会觉得很好吃 而且还有点甜甜的味道 所以呢 喜欢吃葱的朋友啊 这个葱蒜呢 我会强力介绍给大家呢 炒菜也可以啊 炒肉也可以啊 它本身呢 那个味道香气十足 葱蒜 加油 我们等下就吃你了 我们就是葱蒜豆腐 然后呢 现在Auntie Sue呢 就很快乐的 在我们上去的时候呢 就加入我们的带鱼 抹上薄薄的一层粉 然后呢 我们就下锅油大 你们觉得Auntie Sue现在呢 大东西呢 已经很熟练了 我家的锅啊 都已经跟她培养出很好的感情哦 煮了第32天 有没有朋友 已经在家动手煮饭的时候呢 都会想起Auntie Sue了 然后呢 如果你看到Auntie Sue的直播呢 真的在家有学到东西的话 也欢迎你呢 给Auntie Sue一个like 然后呢Auntie Sue呢 就可能去看一下你们呢 跟她呢 在看直播过后煮的那个影片 然后呢 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互相切磋 同意 然后呢 我现在呢 看到Auntie Sue呢 已经把她的带鱼全部的下锅去油炸了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现在的一点一点的淀粉 非常不要浪费哦 这个淀粉呢 还有剩余的一点点啊 你不需要丢掉的 因为呢 这个淀粉呢 等一下呢 我们还可以留下来 等我们下次再用 这个淀粉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的带鱼清洗沥干过后呢 加入薄薄的淀粉 然后才下去油炸 去锅炸它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镜头给回我们的大锅 看一下我们的大锅呢 现在呢 整个层 整个的那个油炸带鱼的情况哦 你会觉得 诶 很简单 其实呢 炸鱼呢 没有你想象中这样复杂 看到吗 我这个镜头很美耶 我刚好看到Auntie Sue的炸鱼 炸好的这个鱼在这边等大家 然后我们现在呢 等到我们炸鱼全部都慢慢的炸熟过后呢 我们就要下来 准备我们的下一道菜了 通常呢Auntie Sue呢 会把我们的酱料啊 放在季后那边呢 来做苟芡 因为呢 酱料呢 如果太快的把它 倒在你啊 淋在你的那个炸好的油上面呢 就会破坏你的你的那个 呃 给它你吃的那个爽 那个 那个 脆脆爽口的那个口感 所以我们通常会炸好鱼过后呢 我们就会放在一旁 啊 让它继续沥那个油 然后呢 到我们煮完全部的菜色过后的最后一刻呢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姜丝 就是炸了我们的姜丝加酱油才淋在上面 那个就是你最佳的timing 就吃你的鱼啦 然后呢 今天的鱼呢 妈咪 那个网友跟你讲说 你的鱼今天炸到很漂亮 你看 弟兄哦 从来哦 都很credit的 讲真的我很少吃带鱼了 因为那天 Yuki买多的回来嘛 我们就try那个带鱼 就是那个Auntie特地 爆那个姜丝 加酱油 淋在这个带鱼上面呢 味道 味道真的是极棒 所以呢 你也可以拿来配你的周刺 我觉得也是一个最佳的绝配 所以呢 喜欢吃鱼的朋友 又喜欢吃酱油的朋友 又喜欢吃姜丝的朋友 这道菜呢 你非学不可哦 因为呢 刚好以上的三大条件啊 都非常适合你真的去在家 开始动手煮这道菜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的鱼呢 已经渐渐的炸熟过后 Auntie秀呢 现在已经开始我们下一道菜的 一些预备工作了 然后我们现在让我们的鱼慢慢的炸它 然后呢 当然你期间的时候啊 你这需要呢 开中火 这样子 让它呆在你的锅里面 慢慢的油炸 记得千万不要开大火 因为Auntie秀跟大家分享很多次哦 如果你用大火炸你的东西的话呢 有一个很大的后果 就是你的里面的东西还没有熟 可是呢 外面已经焦了 所以呢 大家真的 在家呢 学炸东西的时候呢 尽量用中火炸 慢慢的让它炸到熟 因为你用大火炸的时候呢 你的鱼外面就已经焦 变成很黑金色了 可是呢 你的鱼的里面的内馅的 那个鱼肉还没有炸到全熟 而且当然 这个炸鱼的时候呢 你刚才看到吗 它是在碰哦 因为它本身有点水分 所以你在炸的时候呢 尽量还是要把它保持距离哦 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哦 如果你真的像我像煮新手的朋友啊 你可以准备阿姨秀的 像我们每次讲的 Captain America的厚盾 就是用那个盾来盖住它 然后当然阿姨秀呢 通常它煎的时候 它会这样子慢慢的 让它去 满炸 然后呢 继续放在里面呢 炸到它全熟 我们就可以起锅啦 大姨 大姨 你今天也很准时上来 我看到你呀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继续的让我们的油 慢慢的油炸我们的带鱼 有没有吃过带鱼的朋友呢 它其实是一个长长的形状的 然后呢 长长然后感觉像那个 鰻鱼的那个土类这样 可是呢 它跟鰻鱼的不同呢 它是瘦瘦的 鰻鱼是圆圆的 所以呢 在家喜欢吃鱼的朋友呢 也不妨可以用其他的鱼来代替 很像我之前有朋友问我 诶 可以用 那个干凤鱼吗 有干凤鱼也是可以哦 阿姨讲的 阿姨 干凤鱼可以吗 可以啊 还有什么鱼 你会建议它们这样子的煮法 干凤鱼咯 还有咧 还有鱼金鱼哈 黑鱼金鱼 还有什么呢 你的鱼金鱼上来了 上一个你哈了 了 忘记了 我来了 鱼金鱼你不用担心 因为呢 我的妈咪呢 现在都会准时六点钟呢 跟大家见面 除非呢 我可能出去外面迟回来啊 这样就可能会有点delay而已 可是呢 通常都是会准时开播六点钟 然后呢 现在呢 Goo Ari呀 还在炸着我们的 巷巷 我们的鱼 然后呢 让我们的鱼薯は油炸 完成过后 我们将到下 supper kin鱼 Tú 先要不要做 最重要呢 之前呢 一直在留意 我们aqu 是 honored 我今後에도 也不要 расп потめ シャザ 现在他都会尽量每一天都会想一道菜色 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我本身喜欢吃豆腐 然后葱蒜也是我的最爱 所以Auntie Sue就突发奇想的要炒葱蒜豆腐 然后呈现在大家的直播前面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鱼 已经煎到七七八八了 我今天特地把我的CAMELA鱼远一点 因为我发现到这几天 因为我有打灯的关系 譬如我的那个手机 一直跟我讲它overheat overheat的时候它就自动关机了 所以我很担心 然后网友看Auntie Sue的直播 看到一半半间没有电 所以我现在还是让我的电话 跟我们的油锅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现在尽量用打灯 让大家在屏幕前面 看到最清晰的屏幕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我们的带雨继续慢慢的炸 炸到呢 它已经呈现精华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起锅啦 然后看到没有Auntie Sue 现在呢已经很熟练哦 苏妻力问 这个是第几道菜 阿咪第几道菜 半成型的第一道 第一道 哈哈哈 你不要担心 我们和Auntie呢 刚刚才煮第一道菜哦 因为现在才六点钟 我们是准时开播 所以这个是第一道菜哦 不要紧张 然后呢 真的miss掉Auntie Sue的 不用紧 我们也是可以看回重播的 然后如果呢 要跟Auntie Sue呢 同步一起学习煮饭的话呢 下次你可以带Auntie Sue 跟她讲你几点煮饭 然后呢Auntie Sue 就有时间去看你们的直播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的炸鱼 炸鱼 很烧哦 记得你们煮饭的时候啊 要保持一定的安全去流 因为那个油啊 尤其是碰到水的时候非常危险 记得煮饭的时候啊 安全最重要 然后看到吗 我们炸鱼已经完成的 呈现在大家面前哦 我先帮大家马上来一下 哒哒 有没有我们的鱼很漂亮 照到金黄色 我们就大功告成 然后呢 在我们等一下呢 上桌前呢 Auntie Sue呢 会再示范给大家看呢 怎样我们炸了姜丝后 加酱油呢 跟我们的这个带鱼 加在一起 完美配合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 Sue呢 用她最快速的一分钟洗锅 再回到我们的镜头前面 然后这个鱼呢 是我妈咪的最爱哦 只要是鱼她都喜欢吃 所以呢 你们下次啊 有朋友要请她吃饭的朋友啊 就是带她去吃鱼就好了 只要是鱼她就很喜欢 而且妈咪她一个道菜她很喜欢 就是我们的咖喱鱼头 她非常喜欢吃金龙的咖喱鱼头哦 以前呢 妈咪每次来JB的时候哦 一定会特去跑 叫我们排地跑去买给她吃 而且呢 她吃那个金龙的干鱼头啊 她一定要加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 最喜欢的辅助啦 然后呢 我现在把镜头给回Auntie Sue啦 Auntie Sue呢 今天呢 要用最快速的方式呢 尽量呢 把她的菜色全部煮给我们看哦 因为我们今天的菜色呢 可能会需要花一朵一点的时间 所以呢 网友们 你们就 耐心的继续看Auntie Sue煮下一道菜 然后我们现在 加入我们的小葱头 抢抢 有看到吗 我们的小葱头 加入的我们葱头呢 我们就爆香 我们的小葱头 继续让它爆香过后呢 煮香菇蛋 蛤?煮鸡蛋啊? 香菇蛋 香菇蛋啊 Auntie Sue呢 今天要示范什么 再讲一次 香菇蛋 有没有喜欢吃香菇的朋友 Auntie Sue看到吗 Auntie Sue看到吗 然后呢 Auntie Sue呢 因为呢 最近呢 在帮我clear我的里兰哦 就发现到里面很多 里兰的包装里面啊 都有香菇 所以Auntie Sue讲 不要浪费 我们尽量呢 看里兰有什么 我们尽量也煮掉它哦 因为呢 相同的 同样的呢 网友们啊 其实还有很多过年的里兰 可能到现在啊 才没有真正去拆封去拿来吃哦 所以Auntie Sue呢 就把我的里兰里面的香菇 然后呢 Auntie Sue呢 就帮他切成片状哦 也没有很漂亮 Auntie Sue呢 现在手上的这个香菇 就是从我的里兰里面拿出来的 然后Auntie Sue呢 叫Uncle已经把它切片过后呢 跟我们的小葱头爆香 爆香后呢 就是长这个样子啦 我们爆香后呢 就继续的爆香它 我们给它加了油 放了我们的小葱头 然后加入我们的香菇 然后就这样子去去爆香 然后呢 跟它混合在一起 继续翻炒 翻炒到呢 你看到你的那个 Mushroom啊 差不多有点熟了 差不多80%熟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加入你的蛋花了 好 我爸爸现在呢 倒入四粒蛋哦 在积极的打蛋花哦 所以呢 这道菜呢 还有很多罐头啊 还没有吃的啊 尤其是我们的Mushroom啊 你可以这样子 像Auntie这样子 我们的香菇煎蛋 然后Auntie Sue呢 现在用它的最快的方式 煎蛋 再煎蛋 我们现在呢 其实家里都喜欢吃蛋哦 然后有发现到 因为罐头啊 真的是尤其在里兰里面哦 太多罐头 你也不懂你的香菇 要做什么可以来吃 所以呢 这一个呢 是Auntie Sue呢 同时也想到呢 这个香菇 怎样充分的利用它 然后呢 也煮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香菇煎蛋呢 这个创意呢 其实我相信大家呢 也可以在家 轻轻松松学起来 对不对 妈咪 你的香菇煎蛋哦 之前哦 是谁教你煮的啊 怎么会想到哪香菇去煎蛋呢 小时候就吃过了 小时候就吃过了 然后这个香菇煎蛋呢 你怎样知道 你知道你的那个香菇的量 要放多少呢 阿咯阿咯 就看你喜欢吃多少的香菇是吗 然后呢 我给你看一下Auntie Sue的香菇 跟我们的小葱头呢 爆香过后呢 整个颜色 有没有很漂亮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香菇呢 爆香到七七八八后 我们就会加入我们的蛋 打好的四粒蛋呢 加入里面煎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Sue在打我们的蛋花 Uncle已经帮他打好了 现在继续要打 然后再uncle再加多一粒蛋 因为他讲 等一下我不用煎两次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ue 唱唱 Auntie Sue的香菇煎蛋 就要完美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然后我们现在呢 如果你家里啊 还有里兰的罐头啊 尤其可能过年买的香菇还没吃完啊 然后呢 你就可以学Auntie Sue 煮这个香菇煎蛋啦 简简单单在家呢 香菇煎蛋又好吃 而且呢 又可以开始clear你的一些年货 妈咪 这个香菇哦 有没有说过年为什么 一定要买送人家香菇 或买香菇啊 我吃几块啊 现在过年有香菇 为什么过年我们在里兰里面 也送人家香菇咧 吃什么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过年的时候 为什么要吃香菇啊 为什么在里兰里面要放香菇咧 有没有这个问号咧 我们是疑问宝宝 然后呢 知道的答案的朋友啊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Auntie Sue 在那边笑他说 我也是不懂 是吧 阿咪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们加入我们的蛋花 加一点盐 要加酱油吗 加了 我们加了我们的蛋 我们的一点盐 酱油呢 放在蛋花里面 然后呢 就这样子打打打打 打到它均匀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香菇 做回好的搭档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镜头呢 给我们的香菇啦 毕竟呢 它今天也是配角哦 也是帮我们 cleare掉我们过年的那些货哦 所以呢 家里还有很多香菇的朋友啊 这个是你的其中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 大家一起香菇煎蛋 然后也给我们知道 为什么呢 过年我们要送香菇 或者吃香菇啊 我发到每次我在里兰都看到香菇 这道这个东西的咧 然后呢 我发到香菇呢 讲真的 你只能真的是炒 或者去焖煮它才好吃 真的是 生吃大家就避免了 香菇真是不能生吃啊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把我们的香菇炒熟了 我们很快就要加入我们的蛋花 炒炒炒 我们的蛋花已经打好 就是我们该适量蛋 加一点盐 然后呢 再加入我们的酱油 这样子这样去打它 过后我们就可以下锅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auntie秀 有没有觉得auntie秀今天煮饭哦 很像很咸控这样哦 一只手呢 然后呢 拿住它的肠子 另外一只手呢 就看住它的锅哦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做它behind the scenes了 我要拿住我的相机 要拿住我的打灯机 然后让呢 我们的镜头前的你啊 看到更清晰 我们每一道菜呢 完美的呈现给大家看 然后我现在呢 再把auntie秀打灯哦 我都few到整个的那个厨房啊 因为打灯过后啊 的温热啊 其实也容易上升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看到呢 我们的小葱头 还有我们的香菇呢 味道已经脱皮而来了 然后呢 auntie秀就要加入我们的蛋花啦 炒炒炒 给大家一个全镜哦 你看auntie秀 打蛋花 是不是很豪气十足咧 auntie秀 你这道菜哦 之前你小时候吃的时候 可以拿来配你的粥吃嘛 不可以 为什么呢 配什么啊 吃爽 吃爽啊 可是你喜欢吃香菇嘛 还好 还好啊 可是为什么你会想到哪 这年哪想到呢 你的香菇呢 来煎蛋呢 妈咪 这年想到你的香菇 哪来煎蛋呢 每个人都这样吃的吗 小时候 小时候每个人都这样吃啊 你们有家里 小时候都是这个味道 都是这样子吃的吗 你可以take下auntie秀 因为auntie秀的小时候 跟我们有点不大意啊 然后妈咪这道菜 以前小时候煮给你吃比较多 阿姨啊 大姨他们煮给你吃啊 妈咪 你们 以前这道菜呢 是哪个阿姨煮给你吃比较多 没有啦 人家结婚就有吃 啊 结婚就拿那个香菇来煎蛋 这样子吃啊 哦 看一下 蛋炒 咦 妈咪你的鸡蛋颜色很美咧 哦 我发现妈妈最近买的蛋 那个颜色很黄哦 感觉这个鸡蛋好像很健康这样 这是正常的吗 那个颜色 打起来也是正常这样子打 不知道 我也是不知道 我发现你最近的那个打的蛋 会比较黄 有没有在网友呢 最近买的蛋啊 打起来煮起来颜色是比较黄的 感觉一点不正常 因为我每次看到的那个蛋黄啊 可能是浅的一些浅黄色 然后发现到最近哦 炒起来的那个煎蛋啊 全部都比较黄的 我相信应该是正常的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呢 我相信呢 也很难 也很难 卖哦 对不对 然后我有时在想 诶 这个这样黄的煎蛋哦 应该是正常啊 还是只是刚我们买到的那一批蛋呢 它的蛋黄比较黄 是吗 阿姨秀在那边笑一下 她很痛笑一下 凯悦的妈咪讲你煮 煮饭煮到很严肃 很像煮到很不开心这样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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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咪讲啊 阿姨煮饭很严肃 是耶 凯悦讲的 不是阿姨讲的 凯悦讲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看到我们的香菇煎蛋啊 已经到七七八八了哦 嗆嗆 有没有觉得我们煎蛋呢 简简单单 就这样子 清了我们过年的年货的同时呢 而且呢 这个蛋啊 而且还有炖汤 它呢 所以呢 在家吃蛋呢 早餐也可以吃一个 晚上也可以吃一粒 所以呢 一天吃两丁蛋 那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 然后呢 我之前呢 看到那个 新加坡一个议员啊 我记得他是政府部门 我记得他叫 他是 因为他 其实他碰上一个煮饭的照片啊 放去他的Facebook 其实要鼓励大家 在家可以动手煮饭来 可是呢 就很多网友啊 就断义取章啊 就说 欸为什么你照片呢 后面有一个三台的鸡蛋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正常的 我觉得可能有时新加坡的网友啊 眼力太好了 然后呢 看到人家家里买三排鸡蛋哦 他突然间会问到这些问题 害到那个 呃 那个女生呢 那个女士呢 马上删除他的Post哦 然后他要做一个解释说 哦 因为我家的人喜欢吃蛋啊 某某某某某原因啊 所以呢 蛤 不是囤货啊 其实讲真的我家哦 平均两天就吃完一排的蛋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人买三排蛋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在家呢 不需要等货啦 其实有时看到朋友Post这些照片呢 不要过于的过度过敏哦 因为呢 大家呢 只是用在一番的好意啊 一番的用意啊 正能量的散发给更多的人 希望大家呢 在家呢 可以动手煮起饭来 给你心爱的人吃 给你的家人们吃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秀呢 今天播到第32集了哦 那天还问我 阿杏 我们过年有出30亿的咩 昨天还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妈咪 我不知道要写出几咧 我不可能算回去出一吗 我跟他讲 妈咪我算回去出一哦 很像很可怜这样耶 每个每天都看你的重播 是出一出二出三 然后每天当然倒数一下 我们现在被政府哦 现在关哦 差不多要关42天耶 所以至少每天我们当晚有一起倒数 是不是 蛤 然后呢 我们42天哦 你看到我们自己也32的时候 自己算下 耶 我们剩最后10天就可以出监狱了 然后呢 其实待在家 接手在家 最重要呢 是要寻找更多的乐趣哦 去跟大家分享 在家怎样下磨时间啊 可以去上一些线上活动啊 像我二姐啊 就很常上那个 嘉欣成长营的一些Facebook啊 直播的一些 一些线上的课程 然后呢 我也看到我家的 我的 大 我的 大姐夫啊 Michael啊 Rain啊 他们就开始 开始打坐 像BK啊 凯悦啊 开始在家冥想打坐 也是一个不好 也是蛮好的一个 消磨时间 而且同时间呢 也可以静下来跟大家诚实哦 然后呢 最近我也是收到有些朋友问我 哎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你的Tenant啊 开始已经跟你说哦 我没有钱还租金 我不要还了 然后之前也是有跟大家呼吁过 我们会建议呢 你先了解你的租客的经济状态 他是不是真的没有能力去还 因为可能公司造财员 还是因为整个经济下滑的原因呢 让到他的生活很困苦 然后可能一开始我会建议大家呢 真的是想帮助你的租客的话呢 可能先用30%的一个减租的一个 巴仙呢 来帮助你的租客跟你一起度过难关哦 然后当然呢 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偿还呢 或者是他觉得哎 我已经被公司扣了50% 能不能我也可以扣50% 这样我也是觉得 只要达成共识啊 也可以开始啊 就是达成个共识就是说 你要减多少租金给他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呢 不要忘记一个初衷就是呢 我们捡租的用意呢 尤其是我们的务主们呢 是要让大家呢 一起度过难关哦 千万不要让那个租客呢 用这个借口 就是疫情的借口呢 来当做他不还租金的原因 其实最重要是种种的了解 大家的一些境况啊 来决定你到底要免费 可能不要说免费啦 就是说可能折扣多少% 然后我发现到最近有些人跟我讲 哎我真的是收不到组金 如果真的是遇到的状况的话呢 可能有必要你才去报警 如果真的是没有必要的话呢 你可能就跟他达成一个协议说 可能他能不能分期付款之类的 因为毕竟呢很多那个屋主们呢 他们还是要还利息啊 一些过后呢 六个月的Holiday啊 我们叫Roon Holiday过后呢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压力 往他们身上哦 要拦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香菇煎蛋呢 弄好后呢 我们就到Auntie秀的时间了 他现在要用一分钟洗锅 然后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然后我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炸好的带鱼啊 呈现金黄色了 有没有看到这颜色很漂亮 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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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刚才今天呢 凯悦跟BK在我们的两点钟呢 也是有share了他们的一些 心路里程哦 在短短的32天里面啊 到底在这个MCO的时候也学了什么 其实我发现大家呢 在MCO的时候呢 真的是花了比较多时间给自己 我觉得说真的是花了比较多时间给自己 因为呢你除了在家做冥想啊 可以跟自我谈话之外呢 其实呢大家很多的时候也厨艺也进不了 你看我妈咪 我从来不来后面看妈咪煮饭的 现在哦 天天来后面报到看妈咪煮饭 录妈咪煮饭 然后妈咪哦 平时我们去旅行啊 我们也没有特地叫妈咪煮的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去旅行最重要呢 是当地的小吃 所以呢Auntie秀跟我去旅行啊 也没有真正有时间呢 可以煮饭给我们吃 其实真的是透过这个疫情啊 所以妈咪呢 现在呢 比较多时间跟我们相处 而且呢 也比较多时间呢 看到我妈咪呢 其实还有内在美哦 Auntie的内在美真是多到数不清哦 而且时尚全能的能人 就是我的妈妈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倒了我们的油啊 蒜米啊 下去爆香后啊 我们就要炒我们的豆苗 然后我妈妈最喜欢吃的豆苗 而且是我前天7NSK的时候啊 特地去买 我买的时候其实讲着 真的豆苗哦 已经升到七七八八了 最近可能是因为有些公司 已经开始复工哦 所以呢 车上路上很多车 所以呼吁大家出门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安全 然后呢 经过路障啊 可能出门的时候 记得戴口罩哦 因为我知道呢 如果没有戴口罩 可能也是会被罚款 然后有些民众呢 还跟 呃 那个警察说 可能是没有口罩之类的啊 如果你真的没有口罩的话 可能可以上网订也可以啊 或者可能跟邻居 要一两个 然后before你出门 因为呢 现在呢 尽量是防疫意识比较高哦 然后之前我还算一下嘞 我的员工跟我讲 诶我能不能复工 然后我就跟我的 呃 跟我的团队算一下那个账哦 我如果是呃 要大家复工的话呢 我们平均每个人都要去验哦 就大概一个past tip 大概给你600块 马币 然后呢 真的是衰衰 倒霉的 其中一个员工中covid啊 被怀疑中covid的话呢 他就会送去隔离 对不对 然后隔离费呢 大概一个晚上是150 然后乘以14天呢 就大概2000亿 所以呢2000亿 在家买600呢 就已经接近277的cost 给一个employer了 所以呢 在你在复工之前啊 可能要算一下你的 呃 有没有真的需要呢 需要你的员工 你的团队呢 去冒这个险 我个人建议呢 如果除非你是前线啊 你本是做医疗的 可能做一些医务用品啊 很像我最近有看了一个很好的影片呢 那个制医的工厂呢 现在他们在积极的赶着制出我们的防护罩 我们的防护衣啊 就是让我们的医务人员 有更足够的设备 就防疫过程呢 在照顾我们的COVID-19啊 的那些suspect的同时呢 也得到最佳的保护 因为呢 他们一直到呢 整个设备不足啊 他就当机立断呢 就说OK 我就去申请 我就复工 把我的制衣服的电 制衣服的工厂呢 做成制防护衣的工厂 就这么短短的 因为他一个用心跟热心哦 然后呢 就在短期内就开工 然后现在呢 在如火如荼的 为我们的前线呢 缝制更多的防护衣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豆苗 炒好了 那我们讲讲一下 你要炒 没有 凯月讲我要来挑战 虾米啊 炒黄瓜 虾米炒黄瓜 我们给小 不用紧啦 看看下方去看去补习补习一下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豆苗呢 在我们谈谈的时候呢 Auntie Xiu就用快速的方式炒好了 然后我们豆苗呢 炒好炒熟过后呢 Auntie Xiu就要做最后一个步骤啦 就是我们的勾芡 我们的蚝油勾芡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蚝油 倒进我们的剩下那个豆苗 剩下来的水哦 出的那个汁哦 我们就这样子 快速大火去勾芡 勾到呢 它差不多已经均匀收汁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淋在我们的豆苗上面了 有没有觉得 在家炒饭也可以轻轻松松的炒 面一道道菜哦 而且呢 豆苗呢 我相信Auntie至少示范了第四次给大家看了 所以呢 还不会炒菜的朋友 再给大家复习Auntie Xiu的SOB哦 就是我们加了油 加了油过后呢 就加我们的蒜米 或者加入我们的霞米 或者加入我们的姜鱼籽呢 去爆香 爆香后呢 才加入我们的青菜下去爆炒啦 炒到呢 它大概一分钟后呢 你才加入你的盐啊 调味料 然后再大概翻炒翻炒呢 大概不到两分钟到三分钟呢 五分钟内就轻轻松松炒好我们的青菜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虾米在旁边standby了 猜猜一下Auntie Xiu下一道菜要煮什么 妈咪你下一道菜要煮什么呢 挂 挂什么挂 黄瓜 黄瓜 我们今天我们的凯悦哦 要来挑战 要来学Auntie Xiu煮青瓜 不是青瓜咩 黄瓜都不是黄瓜 不是青瓜咩 哦 以前的人叫黄瓜 青瓜啦妈咪 他叫青瓜 就是我们讲的 cucumber 我们的 没有啦 人家叫黄瓜啦 不是cucumber 黄瓜都不是黄色的 不是青瓜咩 cucumber不叫青瓜咩 这个地面是青瓜咩 是青瓜咩 哦不知道咩 黄瓜咩 啊黄瓜咩 Auntie讲这么地面叫做黄瓜 它不是黄色 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任何的答案 可以跟Auntie Xiu分享一下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凯悦 参参 比较生殊的手 跟我们的大锅做交流 看到吗 他跟Miyuki有同款的招牌动作 就是离我们的锅很远 好感情 Miyuki他上次煎炒菜的时候 离那个菜啊 那个菜 那个大锅 超远的 远到我跟他讲 Miyuki 你已经示范了正确的安全距离1m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看到吗 我们已经打我们的蒜米呢 加了油一起爆香 爆香后呢 就要加入我们的黄瓜啦 Auntie Xiu间的黄瓜在这边 这是黄瓜咩 黄瓜黄瓜 Uncle呢已经切到这样漂亮的黄瓜 看到吗 有没有觉得Uncle呢 得刀工一流叻 切到这样漂亮 然后这个黄瓜呢 我最喜欢呢 还有就是配我们的沙铁浆一起吃 口感十足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时间给回我们的凯悦 然后呢今天凯悦第一次做live sharing跟DK哦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live的重播 然后叮叮 然后呢 现在呢 Auntie Xiu呢 就把我们的重任交给我们的凯悦 看了32集 今天终于勇于上阵了 Auntie熟了 Auntie熟了 Auntie还没有熟 Auntie的虾米熟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爆香后的虾米呢 就这样子呢 加入我们的黄瓜 翻下翻下 快点翻快点翻 要刷快点翻啊 OK再翻 OK我们就这样子哦 就加了爆香我们的虾米后呢 就这样子翻炒它 到它全熟就可以了 然后当然呢 中间呢Auntie熟会帮忙加一些调味料啊 盐啊 还有我们的味噌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继续的翻炒 再翻炒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啦 今天凯悦来挑战我们这道黄瓜 你看Auntie熟现在现场示范 怎样呢 正确的翻它的锅 不然呢 等一下凯悦煮到 煮到半夜都还没有煮好 只要下面烧焦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到凯悦哦 已经用它 生酥的方式呢 尽量呢 翻炒均匀哦 我们的黄瓜 Auntie熟呢 已经帮它加了盐 调味料 加好 加好了 然后呢我们继续翻炒我们的黄瓜啦 所以呢Auntie的学徒呢 其实呢也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哦 都是在幕后呢默默的看Auntie煮 然后从旁边呢慢慢的学 所以呢这个是看了32天 32天 第32天呢 勇于尝试 挑战的凯悦 香香 有没有觉得 这个炒菜的一个姿势呢 看得出它是第一次来这个锅炒的 哈哈哈 Auntie熟啊她讲 哎呀我的厨房啊 每天最好有一个学厨来挑战哦 所以呢我也可以省煮几道菜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凯悦呢 尽量的在学题上翻炒她的黄瓜 这同时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哦 我们现在呢 炒好的黄瓜 Auntie熟再示范一下 嘿要出力一下 不然呢你的黄瓜 就没有炒好哦 然后呢我们现在看一下 哇 看到网友有给Auntie点赞哦 还没有试过哦 他讲复健人结婚有出过 熟可也好吃 然后我刚刚呢 拿电话要远远点 妈咪有网友跟我讲呢 拿电话要远一点哦 还有电话烧焦 我也是怕我电话沾下烧焦耶 然后呢看到吗 我们现在呢 凯悦呢第一次挑战哦 在我们镜头前 学Auntie熟煮饭哦 现在呢大家呢看了三十多集啊 最重要呢在家呢也可以开始 动手煮饭给你亲爱的人吃了 Joyce 诶啊那个啊 啊 糖嫂上来了 看到糖嫂 然后我们现在呢 阿兵的老婆 我的妈咪煮了三十二天 那么多集给大家看 我也很感恩呢 我们一路上呢都有很多亲戚朋友啊 我们的网友啊 你看到吗 妈妈讲 凯悦没有进 Auntie讲这个人是没有进厨房的 我只能讲妈咪 yes or no 今天是第一天进厨房也是一个好事的开始 妈咪 是不是 就像凯悦这样子 煮煮一下 看大家挑战挑战一下 每次躲在镜头后面 死的不敢成 不敢站来前面挑战的 然后终于看了三十多天呢 那个Auntie的续集啊 今天呢终于踏出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煮给大家看 我们的学徒有一天也可以煮一下煮一下 变成我们的大厨哦 然后呢Auntie熟讲呢 看一看就知道凯悦是很少在家煮的 我讲yes 没有进厨房 我跟你讲我也是没有进厨房 也是被Auntie 逼一下逼一下哦 然后开始拿铲匙慢慢煮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加一点水哦 然后焖煮它就可以了 妈咪要加这么多水吗 没有啦 然后看到吗 我们的 枪枪 我们的黄瓜炒 我们的那个虾米呢 已经差不多要全熟了 要大功告成了 今天呢是凯悦第一次挑战哦 就是炒我们的金瓜 还有我们的黄瓜哦 所以呢也是给它一个大大的赞 因为呢看了那么多集啊 其实它也是开始心动要动手煮了 这名呢Auntie熟教的tap 大家都可以在家轻轻松松学起来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镜头看一下 它已经炒了那么多轮哦 看一下有没有拿那个铲子的姿势 有没有正确了 然后看到BK走上来了 BK 今天呢凯悦呢 亲自上阵来学第一道菜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的黄瓜炒黄瓜 然后呢Auntie熟敢问一个问题哦 为什么黄瓜 我不是黄色的 我就跟他讲 我以为他一类都叫青瓜 所以呢Cucumber 嗯我们就对不起你哦 有时叫你黄瓜 有时叫你青瓜 傻傻分不清楚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熟 在监督着我们的凯悦 煮的她的黄瓜哦 Auntie熟很怕等下煮焦了 我们连黄瓜都没有得吃 煮不熟 煮不熟应该是不会啦 等下我叫凯悦一个人吃完 哈哈 凯悦也是可以一个人吃到完 赞免哈 然后Auntie熟呢 为什么连续播了30多集的用意呢 就是想大家在家闲聊没有试做啊 也可以呢轻轻松松煮饭给大家吃 然后呢现在呢Auntie熟呢 再继续帮她翻炒一下 然后你们比较喜欢看Auntie熟翻炒的画面呢 还是比较喜欢看那个我们菜色菜色的那个画面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所以我知道有时候呢要拿圆的镜头呢 还是拿近一点的镜头 因为呢我拿圆的镜头我打灯会比较远一点 就比较看到没有那么清楚 然后呢如果是近的镜头呢也是可以的 我就拿我的闪关灯走靠近去打灯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让我们的凯悦 把她的第一盘黄瓜炒黄瓜盛承上盘 Auntie每次你在post说你煮早餐午餐晚餐 可是点心里没有拍到咧 我又没有做点心啊 Auntie上下不要做点心 没有啊 对有粉丝 粉丝嘛如果你们要Auntie教一下 她要怎么做点心的话 比如说蛋糕啊 饼干啊 面包啊 你们可以留言留言一下啊 Auntie就讲 你们不要sabot我 我煮完餐已经很累了 还要sabot我做点心 我的时间不够用 我的红包没有时间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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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凯悦已经把我们全部的黄瓜 已经全部呢放下去我们的盘啦 炯月的处女座 啪悦的处女座 还没有拍到就走掉了 前面走回来走回来 还有人 凯业的处女座 香香 我相信你妈妈看到是最开心的 下次就这样 哇 终于看到她的女儿 终于看到她的女儿 来跟Auntie Xiu 求学煮饭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时间给回我们Auntie Xiu 看到吗 Auntie Xiu的汉流霞背哦 历历皆辛苦啊 BK讲 Cucumber是黄瓜 应该是吧 是啦 Cucumber是青瓜 我叫她青瓜 是因为她长青色 哈哈哈 妈 BK讲哦 When I go back I will get more 紅包 for you BK你不要只是讲讲而已哦 等下到时没有红包哦 不可以进我家门口 不要随便听我 拿那种一张一张一张张这样 听到吗 Auntie讲她要一套一套的 不是一张一张的 BK你惨了 Auntie Xiu已经听到你的呼唤了 等下你拿来敷衍敷衍Auntie哦 Auntie你还要煮什么 还要我帮你煮吗 你还煮了 这个有难煮 Auntie这个是今天第一次示范 要煮什么 你现在呢要煮那个 蒜葱 蒜葱豆腐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新的另外一道菜 所以我现在要拉一下那个灯 看到吗 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的镜头好很多 因为我刚才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把我们的灯放低一点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更清楚 然后我现在呢Auntie Xiu 就要准备我们的今天新的一道新的菜色 就是我们的蒜葱豆腐 然后呢我可以给大家知道呢 蒜葱豆腐呢之前我看过Auntie煮给我吃 可是没有真正看过Auntie怎样煮 这是我第一次呢在厨房后面啊 第一次看Auntie怎样煮 然后就是放了我们的蒜葱的尾巴的那个茎哦 妈咪为什么先放这个下去爆香先呢 因为这个比较硬啊 这个比较硬啊 Auntie是说呢你先把你的蒜 你的蒜葱的最尾端的那个部分哦 先拿来炒 因为呢它比较硬 然后我现在帮Auntie Xiu呢 翻炒一下 所以呢它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呢有网友跟我讲 他比较prefer拍Auntie的全镜啊 所以呢我现在尽量抓好我的角度呢 可以大家看到Auntie Xiu 整个煮饭的一个过程 然后当然有时候呢我会把我镜头拉前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蒜葱呢 葱蒜啊 哈哈哈哈 这个葱蒜就长这个样子的 妈咪 葱蒜跟蒜葱我们很傻傻分不清楚耶 哈哈哈哈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炒着她的葱蒜哦 然后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帮Auntie Xiu呢 我现在右手拿着我的相机哦 左手呢再把Auntie Xiu翻炒 这样子呢就确保我们的葱蒜呢 就不会弄坏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刚刚已经过好油的豆腐 这个豆腐呢你现在人快过快撞过后呢 要过油哦 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它下去翻炒它 然后昨天呢有没有看到Auntie Xiu煮那个 虾米炒豆腐呢 也是被我们吃到光光耶 所以呢 喜欢吃豆腐的朋友啊 我们会再尽量呢 看有没有NSK在卖豆腐的话呢 尽量煮多几道菜 给大家看一下 豆腐呢其实可以有千万种煮法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 Xiu 继续的翻炒 跟我们的那个葱蒜呢 还有我们的豆腐呢 一起炒在一起的颜色 而且非常的漂亮哦 那个颜色看起来就让我呢 觉得色香味俱全 然后这个葱蒜呢 本身带一点甜香的味道 我在旁边呢Auntie爆香的时候 就嗅到很香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时间 给我们Auntie Xiu Auntie Xiu 网友讲要看拍远一点耶 我觉得可能你是时候要减肥了 Auntie Xiu呢 你注意看Auntie Xiu的Day 1的那个影片啊 Auntie Xiu是瘦瘦的 比较瘦一点的 现在Auntie Xiu每天再加等杯 等杯一起等杯 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吗 Auntie Xiu加了我们的盐啊 我们的那个 还有我们的调味料 然后加入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蚝油 加适量就好哦 千万不要加太多 适量就好 然后呢加入我们的蚝油过后呢 就这样子去炒去翻炒它 然后现在呢Auntie Xiu呢 已经放成一个中火的状态 去翻炒它了 然后再翻炒翻炒再翻炒呢 那你还要加什么 什么啊 Carrot啊 然后加一点红萝卜 那就看到颜色很漂亮 然后昨天呢那个人生汤 也是被我们吃到光光 有没有今天开始在家动手煮人生汤的 可以带Auntie Xiu 然后我发现到妈咪的名字很好听 叫秀秀姐 你们也可以叫Auntie叫秀秀姐 是吧 妈咪我不可能叫你秀秀姐吗 有点奇怪哦 Auntie Xiu比较好听 还是秀秀姐比较好听 妹咪 秀秀姐比较好听 还是Auntie Xiu比较好听 不是一样呢 那你一样 一个是跟你同辈的 应该叫你秀秀姐嘛 我们应该叫你Auntie Xiu 然后有些人问我 诶 怎么Auntie Xiu叫秀咧 Auntie不是姓秀 因为她的华语名叫 优秀的秀 秀才的秀 所以我们每次叫她Auntie Xiu 然后呢 是她的名字的聚会 一个名字呢 是我的亲爱的外公呢 帮她取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呢 加入我们的瘦肉过后呢 就这样子继续的翻炒它 就大公告成了 我觉得放一点酱油耶 你觉得这颜色很漂亮哦 妈咪这颜色 跟我们的榨菜颜色很像哦 有吗 只是榨菜呢 我们需要汆烫好 我们的菜色彩下去 然后今天呢 这个葱蒜豆腐呢 我们的主角是豆腐 所以呢 我们葱蒜呢 是它的搭配料 然后这样子下去煮啊 其实呢 我觉得营养也是非常充足 因为都是蔬果类啊 而且豆腐本身的那个冰啊 也是蛮好吃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大嫂跟你讲 Yummy 然后大嫂 你在家要开始动手煮了哦 以后我们过年过节呢 就要靠你跟妈妈一起煮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镜头给回我们的Auntie秀啦 然后网友跟我讲 喜欢看Auntie秀 远一点的镜头 我会放远一点 尽量看到Auntie秀 在我们的镜头里面哦 然后呢 有网友还跟我讲说 诶 你最近的那个 呃 昨天的那个新的live的那个图案 很很很很抢眼哦 我就跟她讲 因为呢 有时候会帮妈妈 upgrade一下她的那个直播的那个frame哦 看起来比较有亮丽一点 因为妈妈哦 她在镜头前面是很少笑的 都是我讲笑话她才笑的 是吗 嘿嘿嘿 你看Auntie秀还可以应酬一下 嘿嘿 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呢Auntie秀呢 是一个十项全能的马尼 很会煮哦 因为做蛋糕呢 因为做柜啊 然后呢 做check in check out啊 supervisor啊 她都样样精通哦 所以呢 下次呢 我们喜欢做polluck的话呢 可以找Auntie秀一起加入了 因为Auntie秀在哦 吃什么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我们炒好的 葱蒜豆腐上盘啦 有没有觉得 倒倒的 倒倒的一道菜哦 都是 后面的都是汗水 你看下Auntie的汗水 是不是真的是汗水 是不是 她的水是在她的头发上面的 所以呢 妈咪真的是煮给你吃的时候啊 你记得要每一粒菜啊 每一盘菜啊 都要吃到精光哦 因为他们是用汗水换来的 而且呢 留言这个MCO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女人非常的棒哦 她不只呢 平时可以工作啊 而且在私底下呢 个个都是能手 还会煮 我还有朋友 看到她的facebook她写 以往啊 小孩子都是给保姆雇啊 放在托儿所啊 哇 真的是到了MCO的时候呢 看到老婆很伟大哦 一个人可以雇两个耶 她说哦 她一个人在家雇两个哦 哇她都要疯掉了 她宁愿出去买东西 都不要呆在家 我讲 因为发现女人呢 在历史 五千年历史以来 就是我们华人啊 真的是一个很 很棒的一个 一个人物哦 然后呢 谢谢呢 然后抱有 她叫秀秀姐 妈咪 一会大嫂 在家呢 可以从此时候开始 煮这道菜啦 我们的 葱蒜豆腐 就大功告成了 还有吗 然后呢 现在呢 Auntie秀呢 就要煮我们的酱料了 我们的 葱丝 酱油 淋在我们的 带鱼上面 你知道吗 Auntie秀哦 刚才过来镜头 跟你们讲白白啦 我的Auntie秀还没有好耶 我印象中 脸上还倒菜的酱汁 还没有煮耶 然后我在那边投笑 很适合适合 我现在有酱汁 还没有跟你们讲哦 我的收尾的酱汁 还没有做好 然后这道菜颜色里面 很漂亮很疗愈耶 我很喜欢这道菜的颜色 然后呢 这个呢 那个 那个 葱蒜呢 是我的最爱 然后我发现 我发现葱蒜炒什么都很好吃 炒菜啊 青炒菜啊 炒豆腐啊 炒瘦肉啊 炒猪肉啊 炒猪肉啊 炒鸡肉啊 都非常好吃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秀的一分钟熄锅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要炒 我们的酱料啦 就是我们今天呢 要淋在我们的黄金 炸到黄金酥去的带鱼上面的酱料 大家还不要走开哦 其实留到最一分钟 都陪着Auntie秀一起 把我们的最后一道菜的酱料做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油过后呢 我们再加入我们的酱丝啦 Uncle秀的刀工哦 Uncle哦 Uncle Tan的刀工 这个是一流哦 给大家看一下 Uncle Tan的刀工 妈咪又可以倒下去了吗 可以了 Uncle的刀工哦 for那个僵尸啊 哎呀 妈咪 希望你帮忙一下 Uncle哦 切那个僵尸的功夫啊 真的是不是盖的 你看到吗 哇 很漂亮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放了我们的油啊 继续的油炸我们的僵尸 炸到它呈现金黄色呢 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给我们的Auntie秀一个全镜头 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怎样炸我的僵尸 而且最重要呢 耐性很重要哦 我跟大家分享过呢 煮饭呢 真的是讲求耐性的 欲速则不达 而且呢 在煎你的僵尸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开带它的火 尤其是你是初学者 不然的话呢 你的僵尸 你来不及control的 它就已经黑焦到了 BK问我 那个 this green dish got any name this one look yummy BK 你没有看我的主题 它叫 葱蒜豆腐 下次呢 我们poll out的时候呢 你就亲手给我们示范这道菜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 已经很快速的 用它最快最熟练的方式呢 煎我们的炒我们的僵尸 香香 我们的僵尸 现在呢 在我们的火里 在我们的油里面呢 继续的爆香哦 爆香到达呈现金黄色的时候啊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酱油 做最后的口芡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爆香我们的僵尸 第一次看的朋友啊 记得啊 你是初学者的话 千万不要开大火街 不然的话 等下你的僵尸很快就黑掉 你来不及控制你的火候 然后你看Auntie秀呢 是很熟练的 看到吗 我们镜头后面呢 看到我们的僵尸 的颜色很漂亮哦 我们的僵尸呢 就这样子呢 慢慢的去煎它 煎炸它到呢 它呈现金黄色 我们才倒入我们的酱油下去 然后淋在我们的带鱼上面 就大功告成了 有没有觉得这道菜呢 很容易学 然后尤其呢 你在煎鱼的时候啊 记得呢 你的油要 你的水要瀝干哦 才沾上你的蛋 你的淀粉呢 薄薄一层 才下锅你的油锅里面炸 不然的话呢 等一下你的带鱼啊 里面还没有熟的话 你开大火 它就变成金 被焦的颜色了 然后里面又没有熟 然后整个的美感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 Auntie秀呢 炸鱼呢 都会用慢火慢慢的炸 中火慢慢的炸 炸到呢 里面呢 熟透呢 同时 变成呈现这样的金黄色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就可以拿上锅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时间给回我们的 张张 我们的僵尸 看到吗 我们的僵尸呢 已经呈现金黄色了哦 就已经差不多七七八八了 Auntie秀呢 现在用最快速的方式呢 继续的炸我们的僵尸 然后炸到七八八的时候呢 Auntie就会放在我们这边上面啦 我们的葱丝放在这边 然后淋我们的酱油下去 颜色很漂亮 不舒服你在外面吃哦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葱丝呢 已经呈现金黄色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上来了 酱酱酱酱酱 第一次炸姜丝的朋友啊 千万要记得呢 你的姜丝记得要沥干哦 不然的话 等下你就容易烫到你自己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姜丝 放上我们的肉 肉沙豆 沥油 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酱油 跟它一起配搭勾芡 均匀勾芡在一起 去大功告成 然后我们现在加入我们的酱油 然后跟我们刚才剩下的余温啊 就是我们有点的那个 姜的那个油啊 一起这样子 有哦 你看Auntie秀 很快 然后淋在我们的 枪枪 我们的大鱼上面 然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姜丝 放在上面 点缀 你看Auntie秀很快哦 放在我们的上面点缀 有没有很漂亮 色香味寄前的酱油 带油 我们的香酥 带鱼 就大功告成啦 将将 Auntie秀呢 是很有 疑似感的 每次呢 盘的旁边呢 还是要抹干净的 然后呢 我们今天这道最后一道菜呢 已经完整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然后现在呢 就是到Auntie秀 做她招牌动作的时候了 拜拜 然后呢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然后呢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